全国女性癌症死亡率排行榜子宫颈癌高居第八位 鉴于新竹县原有的检查车车况设备都已经非常老旧 因此爱尔利集团就在12月12号上午 就捐赠了一台子宫颈抹片检查车给新竹县卫生局 并由县长杨文科亲自代表受证 我们非常感谢爱尔利集团的常董跟刘总经理 他们的支持 那我相信有这一步巡回车之后 我们对我们新竹县的妇女是一大的福音 同时我们也由我们的13个乡镇室的卫生所来配合 做这些某片的检查 那我们也对我们的职场各个大企业公司 只要30个员工以上的 我们也会把巡回车开到公司这边来 帮我们的女性员工来做这样检查 我想善事人间福泽跟我们爱尔利集团 它不只是照顾我们美丽 又照顾我们的健康 这种恩大的让我们非常感动 秉持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 爱尔利捐赠的这台检查车 价值高达300万元 包含车辆父女检查台以及设备仪器 车厢内装以及硬体设备电器系统 还有独立的空调系统 爱尔利集团就秉持着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的理念 那希望能够更照顾这社会 让这社会更有爱 那我们目前为止已经捐赠了40辆 那就是以各地方的消防局的救护车为主 那因为我们是做医疗的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以医疗 然后救人 然后为出发点 希望可以在一个很健康 完善的环境之下 然后发挥我们极致的医疗量能这样子 对那我们目标是100辆救护车 那目前已经达标40 未来还会再继续更努力 工医大使白家琪在记者会这一天 也清零到场 同时她也特别呼吁女性朋友 预防剩余治疗 定期检查非常重要 鼓励大家要彼此提醒关心 不忘随时注意自己的健康 记者简书期新竹采访报道